首創兩年保固保修服務,三天內維修到好 好好,是的,對,你就是這樣子下載 然後這樣子處理就OK了 好 唉,最近接到很多朋友都在問BOSS說 我們要怎麼去下載海康威士的手機APP 還有下載之後要怎麼設定 我覺得不如我們就來做一段教訓,讓大家了解一下 您覺得如何 好的,接下來請您打開您的Google商店 或者您的App商店 在搜尋裡面我們尋找 IVMS-4500 搜尋,當您搜尋出不管哪一個App 我們還是以 IVMS-4500為基準 當您下載完畢之後,請您打開您的App 在這一邊部分我們會選擇允許 那在地區的部分呢 以該APP我們只能選擇亞洲 中國 中國之後進入 進入之後呢,在您的左上角有一個選單選項 點選 在 設備管理 設備管理之後,我們這邊按OK 是的 之後呢 請先把第一個原本的先刪除掉 Apple的手機是往左滑按刪除 如果是Enjoy的手機 請把它按住之後,它會出現刪除 之後我們來添加網址的部分 首先 先按新增手動 之後 點選 上方的別名,你可以更改你的名稱 之後 註冊類別 請選擇第二個 黃紙的部分 我們開始打上 您住家的 固定IP 負號的部分,如果依住家是目前不用更改,一樣為8000付 帳號部分,請輸入您家的帳號與密碼 接下來右上角有一個圓圈圈,請按下 它會儲存您的設定,如果有的話,下面會顯示頻道數 接下來按開始預覽即可 好的,經過剛剛的影片之後,相信您非常了解 如何的下載 海康威士的App 還有如何設定您的手機如何上網 那如果您還有其他問題,歡迎您加入我們的 市場國際Liant 之後來詢問,或在下面留言 感謝您這次的收看,謝謝